中秋节了 今年有四天的假期 也因此可能是送礼的人比较多 这个高饼业大卖 今天很多家这个高饼店的门口大排长龙 还有店家光是赶这个预订的 就已经忙不过来了 现在没办法 只好规定 每天只有两个时段是现场贩卖 每个人只能买60颗 其他时间零售一概俱卖 另外一家月饼老店也差不多 电话预订早就爆满 如果你现在才想起来打电话要订的话 已经来不及了 排队 排到隔壁店面 排到大马路上 为了中秋月饼 消费者甘愿撑着伞 顶着大太阳等 也不知道要预订啊 排一个多小时了 你自己要来排啊 要亮大才可以 对对对 每年都来 就是因为想抢电话预约名额 提早打还是排不到 这是饼店规矩 限额电话预订名额 Pepo只在于动作够不够快 前两三天都大概都订门了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急着 那时候才要送你 然后就有门市 免排队预约量 像中秋节前几天 16 17 18号取货 统统额满了 不再接电话订单 想吃想买请来现场 而规矩多的还不止这一家 它是晚上等下是六点之后 才开始送你送 人都来到饼店门口 却只能看着 橱窗里头的蛋黄酥 苦恼买不到 用到这样的东西 排队才有机会买得到 还要排队时间 上午下午各两个时段 而且每个人限购60颗 数量有限 所以现在还是要分两批 9点到12点 跟下午的6点到9点 想买得提早来排 还要排队的时间 否则老板就算店门开着 好吃的蛋黄酥也不卖 利用时段区隔 用意是希望消化排队人潮 避免往年无止境的等待 中秋月饼知名店家 规矩虽然多 但却也见消费者 心甘情愿配合 限定时间我再来排 中天7月6日 狗一德台中 张华采访报道 好 从消费端 我们来看消费者 现在有钱都买不到 我们再从制造端来看 在台中已经有 知名饼铺 员工一律进修 进入了备战状态 事实上 他们已经从中元节 加班到中秋节 虽然累得不得了 但是员工倒也甘愿 因为在这段期间之内 除了薪水加班费 秋节礼金之外 还有营收奖金 算一算在最近 赚了至少有三倍的薪水 擀面压面皮 或者塞入蛋黄和红豆泥 你看不用五秒 是不用快手捏出蛋黄酥 厨房烤炉没停过 烤过15分钟之后 再涂上蛋汁 高饼工厂 员工每天上班 至少15个小时 连续工作三个星期 做月饼 目标是先苦后干 制饼工厂的马不停蹄 就为了中秋节的 这个档期 员工进修冲刺的 这个月 老板用奖金跟福利来兑换 真的修不了 实在是因为中秋送礼 高饼正夯 从8月21中元节开始 部分高饼工厂开始进修 一路要到9月19中秋节 至少一个月 进入备战状态 希望员工备战 老板搬出福利 除了发给加班费之外 还有中秋里 经外加全年度的营收奖金 忙完了这一波 就把员工送到日本度假 在工厂服务 将近十年的陈组长 月薪三万五起跳 加发的奖金合计 超过一个月 再加上出国旅费 换句话说 这个中秋节他获得三倍薪水报酬 如果业绩好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每年业绩好 都会去员工旅游 所以今年如果业绩好的话 也会去入二岛 那进修之后呢 这个档期完之后 我们又有个 释放压力的一个休假 休假完呢 我们准备如果业绩达到 我们又可以准备 年底又可以出国了 有劳病店发出加班费和奖金 同时送饼让员工带回家 另外还有没进修的 但里经和员工旅游 一样都没有少 都很开心啊 因为做了几十年的师傅都知道啊 他们都很配合 我们师傅都很配合 像我们现在晚上都加班了 都加到十点了 过年和中秋 高丙业一年两档大档期 工厂后台忙着赶工作饼 门市前台忙着接客交易 眼看进修或管制休假规定 既然手里的月饼 能够换钞票现金 苦撑一个月 老板和员工还是决定 共提时间 中天新闻林嘉庆 张俊东台中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